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控其诈骗线上追随者超过了10亿美元 他的逮捕立刻在推特上面引发了讨论 美国之音报导发出起诉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 罕见的在推特上面用一连串的中文推文 写出了对郭文贵的指控 内容写到郭文贵被控用偷来的钱财中保私囊 包括为自己跟他的近亲购买一座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一辆价值3500万美元的法拉利 甚至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闯店 以及出资获取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2017年起生活在纽约的郭文贵 通过了坚定的反共立场跟爆料中国高官丑闻 在海外的民主运动圈内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郭文贵之后却开始攻击其他民运跟异见人士 包括人权律师滕彪在内 他在中国时跟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的关系 也让他受到质疑 对此滕彪15号受访时指出 美国的逮捕行动是有些突然 但是对于关注郭文贵案件的人来说 逮捕已经太慢太晚了 他说美国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个案件当中肯定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他不觉得选择这个时机 跟中国国内的政治或者是美国国内政治 以及中美关系的大局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经济顾问中国观察人士陈志余则写道 在中国郭文贵是一个跟当局关系密切的地产开放商 自从带着诈骗的指控逃离中国之后 郭文贵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反对中共的英雄斗士 而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一直都是模糊不清 曾经给郭文贵写过长篇个人报道的纽约客杂志作者欧一文认为 郭文贵的身份有多么复杂 从他有多少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对于任何一个花过一点时间了解郭文贵的人来说 起诉书的第一行列出了他所有的画面 就完美地总结出这当中的复杂之处 他的画面包括了豪万国、麦尔斯国 也叫郭文贵、齐哥跟领头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也表示 对他来说 郭文贵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 一些发生反对中共的人其实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愿意跟任何反共的人联手 就算是像郭文贵这样的骗子 他强调反共并不自动等同于支援人权 网络新闻媒体Mother Jones负责报导游说跟腐败的记者 佛里德曼指出 郭文贵很富有 在中国的指控已经使他变成逃犯 他也不是美国公民 所以他有很大的逃跑风险 联邦调查局也是这么说的 他大概不会有被保释的机会 而郭文贵的落网也让相关的人士跟网络机构逐渐浮现出来 报导指出 郭文贵多年来一直通过各类的方式 试图要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 有研究机构发现 郭文贵旗下的媒体 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跟病毒和疫苗有关的不实资讯 这一次的起诉书还显示 郭文贵跟美国社交媒体盖特似乎也有资金上的关联 媒体Daily Beast的记者佩特利佐写道 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的逮捕 对右翼社美平台盖特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起诉书显示 一个有着300万美元的盖特银行账户也被没收了 另外前白宫顾问班农去年9月在纽约州 被控洗钱跟串谋罪 检察官指控他欺骗捐助者 郭文贵跟班农的紧密联系 可能让郭文贵成为一个颇具价值的证人 纽约时报外交记者前驻华记者黄安伟就等着看 在法庭上 郭文贵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以及他跟川普驻守的关系会有什么样新的揭露 将会很有趣 而中国经济学者陈晓农受访时则表示 郭文贵的案件不论怎么处理 对美中关系都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说现在郭文贵已经是小泥丘了 先不起大浪来 中美两国的关系麻烦大了去 而且都是很大层面上的 包括了军事层面 技术间谍层面 还有两国关系越来越走向对抗 还有台湾问题等等 所以美国在处理上 不会因为一个郭文贵而恶化或者是改善 换句话说 这个案子随便怎么处理 最后哪怕是判刑 也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任何的影响 美国15号逮捕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 指他涉嫌策划投资照片 从大票粉丝当中 骗取高达10亿美金 震惊外界 对此曾经跟郭文贵有过合作的 民进集团创办人和平透露 先前郭文贵开直播爆料的内容 及诸多的行径已经让他有所警觉 2017年3月初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 接受民进电视的采访 对中共高官进行公开的指控 受到舆论的关注 德国之声独家采访到 民进集团创办人和平来接受采访 他提到自己之所以认识郭文贵 是经有一位媒体同行的介绍 他回忆当时郭文贵第一次打电话来 便说自己是美国公民 但是后来要看他的护照 他居然没有理由地拒绝了 谈到最初让郭文贵 接受民进的电视直播专访 和平表示 公司最开始对他要讲的内容 是做了一定的查证的 因为有几位相关人士的作证 他便认为 这可能是民营企业家 遭到政治迫害的好故事 但是后来和平也有警觉 注意到他讲的所谓内幕越来越不可思议 并且用非常下流的语言来进行人身攻击 明进停了郭文贵的直播之后 和平跟明进都受到了郭文贵的攻击 和平告诉记者说 他的这一天是注定的 当我们发现他提供的消息不实之后 他本人组织的力量 便开始对我们进行漫长恶毒的构陷 我们始终以沉默等待法律对他 以及他的同伙的审判 沉默是沉重的 饱受侮辱的 却是必要的 然而他也补充说到 现在真相远远没有到揭开的时候 涉及到人性 政治 法律 商业很多层次 也涉及到中美时下的争斗 中美众多部门跟官员 不过和平也坦承 这件事对他而言是非常大的教训 内疚跟反省 后来公司对各种深渊的事件 都变得相当的谨慎 流亡美国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 在3月15号上午在纽约被捕 美国司法部指控他策划复杂的 投资诈骗计划 并透过数千名的粉丝当中 来骗取至少10亿美金 起诉书当中提到 这些粉丝跟郭文贵 在中国问题上面的看法一致 因此倾向于相信他在关于投资机会上面的陈述 即使郭文贵遭到正式的起诉 还是有追随者在有关新闻下面抗议 认为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诈骗 而媒体发布的新闻是对郭文贵的污蔑跟诽谤 他们也表示郭文贵被捕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指使的迫害行为 起诉书当中 郭文贵遭控向他的几十万名网路追随者撒谎 承诺如果他们向GTV传媒集团 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GI俱乐部跟喜马拉雅交易所来进行投资的话 将会获得到巨额的利润 至少从2018年3月起 郭文贵最近作为主谋 开始的策划这一起复杂的金融片局 他和自己的金融师于建民一起诈骗的数千人 获得到超过十亿美金的收益 起诉书当中总共列举的十二项罪名 包括了电汇欺诈 银行欺诈 证券欺诈 更洗钱罪等等 其中郭文贵被控犯下了十一项罪名 而同案被告于建民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 被控犯下所有的罪名 十二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叠加之后 长达215年 但是这个星期仅供参考 检察官威廉姆斯还宣布 在过去几个月里 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里面 收缴了郭文贵涉嫌期诈所得当中的 6.34亿美元 执法部门15号还收缴了郭文贵 用涉嫌期诈所得购买的资产 包括了一辆蓝宝基尼汽车 而拥有香港跟英国双重公民身份的 余建民目前仍然在逃亡当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也在15号指控中国流亡商人郭文贵 及其财务顾问余建民 参与了涉及到8.5亿美元的欺诈计划 郭文贵的诈骗手段 跟他在网络上面的影响力紧密相关 2020年4月21号 郭文贵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出的视频 号召人们通过私募的方式 来购买GTV媒体集团的普通股 根据表示 在2020年4月20号左右到2020年6月2号前后 他向5500多名的投资者 出售了价值约4.52亿美元的GTV普通股 投资者认为自己的资金将被用于帮助GTV来发展业务 但是私募结束后不久 郭文贵跟余建民就只是将私募所得当中的1亿美元 投资于高风险对冲基金 而最终的收益人是一名郭文贵的近亲 郭文贵在网络上面获得到强大的影响力 跟他在2017年进行的爆料密不可分 2017年年初已经流亡美国的郭文贵 接受中文媒体民进集团的电视直播专访 高调地披露了多位中共权贵涉及到贪腐腐败的仇闻 尺度颇大 瞬间引发了舆论的热烈讨论 接着他又接受美国之音的直播采访 继续披露中共高层的内幕 爆料诸多吸引人眼球的内容 包括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家族 及其下属贪腐腐败 女明星跟王岐山油染等等 让他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2020年6月3号 郭文贵、郝海东、史蒂芬班农等人 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 他想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更为他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 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 自墨西哥边境偷渡赴美的中国非法移民 有4300人 是上一年总数的两倍之多 事实上 自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上任以来 共和党人一直把芬太尼的泛滥 归咎于非法入境者的增加 其中共和党众议员西金斯就质疑 中国偷渡客或许跟犯罪集团有关 但是ICE调查部门助理主任卡根 15号出席国会听证会时 回应西金斯的质询表示 根据调查结果以及情报表明 中国非法移民的数量增加 跟芬太尼进入到美国没有联系 另外根据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 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 该机构逮捕了1862名 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客 而在2021年的同一个期间 只有229名来自于中国的偷渡客 在南部边境被逮捕 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 同比暴增超过700% 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显示 自2021年2月以来 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逮捕的 1970名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证移民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中国偷渡客通常会被加快遣返 除非他们确实担心返回中国之后会受到迫害 一些寻求庇护的人 在他们自己的担保下被释放到美国 并且收到出庭参加移民听证会的通知 美国持续限制中国短影音平台TikTok的当地发展 根据报道美国政府要求TikTok的中国股东出售股份 否则该应用程式可能会在美国被禁止 TikTok则回应表示 出售股份无助于解决所谓的安全风险 此前也曾经传出 TikTok正在考虑跟母公司字节跳动玻璃 来缓解美国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 综合媒体报道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负责兼管跨境投资风险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已经向TikTok提出有关的要求 而白宫跟国会议员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要求中国股东出售股份 此举标志华府的重大政策转变 部分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政府 并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 来解决TikTok所带来的安全威胁 对此TikTok发言人15号回应表示 如果保护国家安全是目标 撤资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股权的变更 不会对数据流或者是访问 带来任何的改变 解决国安问题担忧的最佳方式 是对美国用户数据跟系统来进行透明的 基于美国的保护 以及该公司已经在实施的强大第三方监测 审查跟验证的措施 此前彭博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导说 TikTok正在考虑跟母公司自解跳动玻璃 来缓解美国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 而业务玻璃可能意味着公司出售或者是首次公开募股 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 只有在该公司跟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现有提议 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会实施 但同时也必须要经过中国方面的批准同意 根据了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曾经在2020年以致建议自解跳动 将TikTok的业务剥离出去 TikTok目前正面临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 并且在去年同意根据俗称的德克萨斯计划 实施多项的措施 来试图安抚不满的议员们 报导指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陷入到停滞当中 这使得TikTok不确定其计划是否足以让公司继续在美国运营 报导还指出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自于司法部的成员 一直不愿意接受TikTok的提议 TikTok跟该委员会已经就资料安全的要求 进行了两年多的谈判 TikTok曾经表示 它已经花费超过15亿美元用于严格的资料安全工作 并且反驳了间谍行为的指控 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上个礼拜宣布将恢复外交关系 全球舆论相当哗然 中国在其中的斡旋作用不容小觑 一位沙特官员最新表示 习近平去年12月跟沙特王除接触 商讨让北京作为沙特跟伊朗之间的桥梁 从而启动会谈促成了上个礼拜的外交和解 德国之声引述法新社报道 一位沙特官员15号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去年主动跟沙特的实际统治者 萨勒曼王储接触 两人最初的谈话 是在12月利亚德峰会的双编会谈当中进行的 这位沙特官员是以匿名的方式接受采访 详细地描述了沙特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关键协定 是如何达成的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的桥梁 王除殿下对此表示欢迎 这位官员也补充说 利亚德认为北京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 可以在海湾地区发挥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特别是对于伊朗来说 就其国际合作伙伴而言 中国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杠杆作用相当的重要 因为找不到同等重要的替代者 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代表团 3月6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的谈判 在经过4天的谈判之后 两国3月10号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 表示双方就两个月内重开使馆事已达成的一致 协议还表示两国将尊重对方的主权跟不干涉内政 根据该沙特官员表示 其他几次的会晤也为上个礼拜的北京谈判奠定了基础 这些会议包括了12月底在约旦举行的地区峰会 这期间沙特跟伊朗外长有过简短的交流 在巴西总统鲁拉1月就职期间 沙特外长跟伊朗副总统也进行了会谈 此外还有伊朗总统莱西今年2月对北京的访问 这位官员说 中国的影响力使得沙特跟伊朗搭乘的协议条款 更有可能得到为止 中国是海湾地区安全跟稳定的主要利益由官方 有鉴于沙特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这次中国的斡旋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认为可能会导致中东地区的格局重新洗牌 这位官员表示美国跟中国都是沙特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沙特当然不希望卷入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任何竞争或者是争端 因此在沙特代表团前往北京之前 以及宣布达成协议之前 沙特已经知会美国方面 沙特之间的交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跟后果呢 法广引述纽约时报13号的分析指出 最感到惊讶的应该是美国跟以色列 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 美国人一直是中东的核心角色 有事情发生时他几乎都在场 但是现在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刻里面 被挤到了一边 多年来在该地区只扮演次要角色的中国人 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新的重要选手 以色列人一直在讨好沙特人 以便对抗他们在德黑兰的共同对手 但是现在他们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就要看数十年来的苦大仇深的沙一两国 何且能够走得多远 各方对此的看法都非常谨慎 在叶门内战以及被政治危机瘫痪的里巴嫩 拥有多重杠杆的沙特跟伊朗 能否真正扮演地区和平稳定的角色呢 仍然有待观察 不过在法国世界报看来 尽管沙一和解的程度还有待观察 在北京支持下 两个中东大国关系的正常化 宣告了一个多极世界的到来 在这个多极世界上 机会主义掌握了罗盘 沙特王除了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方面他跟华盛顿 就可能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的交换条件 来讨价还价 同时又在北京的支持下 跟伊朗来进行谈判 这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 都是一个教训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突发消息 郭文贵被捕数小时后 其马哈顿上东区住宅 诡异起火 瑞信爆雷 引爆欧美股市大崩跌 金融业危机 李强能有多强 强在他对皇上 太了解了 习近平大撒币再赢一局 一座水坝换取与洪都拉斯建交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首先看一条突发消息 郭文贵被捕数小时后 其曼哈顿上东区住宅起火 综合媒体报道 周三曼哈顿上东区一家酒店内发生火灾 联邦调查局现已介入调查 多名执法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 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出 正在努力确定 上东区雪丽荷兰酒店的火灾 是否与周三早上逮捕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有关 郭文贵于早上六点 在他位于第六十街和五大道的公寓内被捕 据纽约消防局称 消防员在中午刚过就接到18楼起火的电话 多位执法消息人士告诉ABC 火灾发生时 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 仍在郭文贵的公寓内 那是郭文贵被捕之后大约6个小时 特工被迫撤离 并向警方报告了火情 根据房地产清单 郭文贵的15个房间的顶层公寓 正在以3250万美元的价格挂牌出售 目前纽约消防局和联邦调查局都不知道火灾 是否与郭文贵被逮捕有关 两个办公室均拒绝置评 郭文贵定于周三今天下午提审 在燃烧两个小时之后 火事于下午1点45分得到控制 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但有消息称郭文贵的公寓遭到严重破坏 美国司法部3月15号今天表示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因涉嫌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 及洗黑钱等12项罪名 于同日上午在纽约被捕 而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更透露 其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 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 指现年52岁的郭文贵 及其财务顾问于建明 涉嫌上数十万名粉丝提供虚假陈述 以吸引对方投资各种不同实体及项目 两人更在欺诈过程中挪用了数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后者更被指妨碍司法公正 目前仍然在逃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斯同时宣布 在2022年9月到2023年3月期间 美国政府从郭文贵21个不同的银行户口中 充公了约6.34亿美元 而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则在声明中指 我们指控郭文贵是连续欺诈犯 他透过承诺投资人不符比例的获益 以加密货币科技及奢侈品投资 获取了8.5亿美元 事实上郭文贵是利用多名受害人的资金 以维持个人及家庭的奢侈生活 美国司法部指出 郭文贵用骗来的钱购买了4000万美元的豪宅 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游艇 一辆350万美元的法拉利 两张3.6万美元的高级床垫等等 当局已经没收郭文贵6.34亿美元诈欺所得 和靠诈欺所得购买的资产 目前郭文贵的律师尚未回应路透置评请求 2014年在中国官方的反腐风暴打压下 郭文贵流亡美国 其后他通过YouTube和Twitter等网络工具进行政治爆料 甚至曾经成立自媒体公司郭媒体和媒体平台网站GTV等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瑞信爆雷引爆金融行业最新危机 综合媒体报道 金融市场在先动荡 财务状况吃紧的瑞士信贷 传出最大股东不再注资 股价狂泄于两成 这是刚喘口气的欧美银行股 在线新一波风暴 瑞信股价15号应声崩跌 一度狂泄30.8%至1.55%瑞郎 再创历史新低 欧美金融股与股市大盘卖压也卷土重来 美股道琼指数早盘错跌于500点 英法德等主要欧洲股市跌于2% 此举似乎也打击了美国的大型银行 富国银行的股票跌于4% 花旗下跌5% 而美国银行下跌3% 摩根大通和高盛各下跌约4% 布里克利金融集团的首席投资长布克瓦尔表示 虽然瑞士信贷的困境似乎与美国中型银行无关 但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可能会引发投资者 对银行体系进行更广泛的重新审视 布克瓦尔说 这告诉我们银行可能会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收缩 以更多的关注巩固资产负债表 而不是专注于放贷 这是市场对资产负债表的重新思考 此外 你不得不怀疑很多银行是否必须开始走出去 并筹集股本 瑞士信贷一年期信贷违约掉接近1000个基点 最大的股东沙特国家银行 以监管问题为由 排除了向这家陷入困境的瑞士银行 提供更多财务援助的可能性 沙特国家银行董事长阿玛尔阿尔胡代理周三 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若瑞信再次要求增加流动性 沙特银行是否愿意协助瑞信时 他表示答案是绝对不会 除了监管和法令 这些最简单的原因之外 还有许多理由 沙特国家银行去年底收购了 瑞信9.9%的股份 成为瑞信最大的股东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持有沙特国家银行股权的37% 瑞信周二宣布 他在前几年的财务报告过程中 发现了重大缺陷 瑞信在报告当中坦言 内部对于2021与2022年的财务报告 管控不张 有关瑞士信贷对其2019与2020年 现金流量表所做的修改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在他发布财报前最后一刻提出疑问 财报因此延后公布 瑞信表示 发现到的重大弱点 是关于未能设计 及维持一套有效的风险评估程序 以便实处分析财务报表中 可能出现严重错误陈述的风险 瑞士信贷主席 阿克塞尔莱曼周三则表示 最近硅谷银行倒闭的传染效应 是局部的 并且受到控制 他也拒绝评论 他的公司是否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 接下来我们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 李强能有多强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上 根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 习的嫡系李强被任命为总理 在中国面临当局 自己也承认的国内外种种挑战之际 李强作为新总理到底能有多强 这个价值万亿美元的大问题 正在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作为总理的李强 以及当今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面临的持续挑战 美国纽约时报3月14号 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 堪称画龙点睛 李强的难题 如何平衡对习近平的忠诚和重振经济的任务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8万亿美元 习近平是几代人以来中国权力最大 最不受约束的领导人 在中共党内建立起他的不可质疑的核心地位之后 习近平在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在这次全国人大上组成了以李强为总理的中国政府班子 新班子要应对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是重振经济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 主要是习近平坚持实行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 作为中共上海领导人 李强去年在上海忠实推行习近平的指令 推行强硬的清零政策 实行为期几个月的封城 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困难 医疗困难 导致上海这个全国各省市当中 唯一一个有财政盈余的直辖市 在短时间内变成了赤字市 今年早些时候 中共当局自己也承认 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形势不妙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仍然较大 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不牢固 鉴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对许多其他国家有重大的影响 李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新总理究竟会有多强 能力强 政策制定和执行力强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 3月12号 也就是李强被任命为 中国新总理的第二天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分析报道 标题是 中国的新总理可以跟习近平说得上话 他将不仅仅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吗 该分析报道 如此描述李强跟习近平的特殊关系 以及当今中国诡异的高层政治状况 中国的新总理李强是一个谜 他曾经把私营企业称作他出生长大省份的金名片 他大力宣扬他的老家城市温州的企业家感想敢干 强烈批评官员干预干扰市场 他责备一些学者对他的工作批评的不够大胆 但他也是习近平的嫡系 习近平打压异议 通过中共对方方面面收紧控制 让工商界胆寒 李强11号被充当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任命为总理 会给中国的治理带来新气象吗 习近平的统治靠的是恐惧 要求官员们无休止的表忠心 这就是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揣摩具体的领导人的政策偏好 以及他们如何彼此相处 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前 现年63岁的李强 多年来一直跟他的同事们一样照本宣科 在这次全国人大会上 他不厌其烦的反复夸赞习近平促成中国取得种种重大成就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掌舵领航这种言辞令人想起围绕毛泽东的那种个人崇拜 在这篇对李强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分析报道中 经济学人杂志提到了早些时候路透社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说 李强在去年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之后 力排众议 甚至顶住了习近平的压力 使中国彻底放弃了给中国造成严重的自残自伤的疫情清零政策 对西方媒体截至目前对李强的比较正面的评价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宋永毅表示不以为然 他尤其是不能认同 李强是中国结束疫情清零政策的主要推手的说法 宋永毅说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权力机制 以及对中国的权力斗争的那些手法 历来是物理看花 你可以看西方的媒体 中共每上来一个领导人 他们都先吹捧 都觉得这个人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然后又是失望 西方媒体的这种循环 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 就李强结束清零政策 他向习近平报告等等之类的说法 这都是很简单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小伎俩 这个小伎俩就是 习近平迫于民间或党内的压力 不得不结束清零 他总要给哪个人一个credit 要给还不如给他要提升为第二把手的李强 所以说这是他们两人唱的一出拙劣的双簧戏 但西方媒体习惯于用西方透明政治斗争的观点 来判断中国的黑箱政治 作为中国新总理 李强究竟能有多强 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 人们在观察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需要看到李强与中国历任总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 胡平说李强肯定不是中共建政几十年来最强的总理 这是不可能的 但他肯定可以是一个最弱的总理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实际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提名 然后由人大常委会批准 但我们知道过去的总理都不是主席提名的 总理的提名都是先前状况客观形式造成的 或是由前朝的元老拉郎配造成的 江泽民的总理先是李鹏 后来是朱镕基 胡锦涛的总理是温家宝 习近平在他的前十年是李克强当总理 显然都不是主席自己提名的 而是前面的人安排给他的 是拉郎配拉给他们的 胡平指出 过去的中国总理都不是主席的死心塌地的嫡系亲信 因此他们就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特性 那就是一种让主席无可奈何的独立性 即使主席感到不满意 主席也不能撤换掉总理 过去十年的情况就很明显 习近平对李克强虽然很不满意 却没法换掉他 再往前看 胡锦涛没法换掉温家宝 江泽民也没法换掉李鹏朱镕基 毛泽东也没办法换掉周恩来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国务院总理 李强则是 在胡平看来 这种局面就使李强到底会有多强 有了一种诡异的辩证法 李强是唯一的由主席挑选的 他自己的亲信来担任总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李强的权力实际上超过李克强 因为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 习近平总是不放心 不喜欢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给他撤走 而李强是他习近平自己挑选的亲信 因此就比较放心 也可以比较放手 在这个意义上 李强的权力会比较大 但正因为李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 又任命为总理的 因此换掉他是完全可能的 李强当然知道这一点 知道他跟李克强不一样 就李强如何平衡对习近平的忠诚 和重振经济任务而言 长期研究中共和中共近代史的历史学者 宋永毅认为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部对题 从习近平开始 中共就不搞经济了 从邓小平开始 以前历届中共领导班子 主要是把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 建立在经济增长上 现在习近平已经 把中共所强调的重中之重 变成阶级斗争和政权安全问题了 也就是说 谁效忠于他 谁可以帮助他维持这个政权 谁就可以当二把手 在宋永毅看来 习近平任命李强为总理 是习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愿超过毛泽东 他说习近平除了会玩拳术之外 不学无术 什么都不懂 李强的墙只是强在 他可以维持昏君和令臣的关系 李强根本就不可能 纠正习近平的任何昏庸举措 习近平对中国的祸害 要超过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无能蛮干 把事情干坏了 如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但毕竟中共党内 还有一些能干的人给他补台 如周恩来刘少奇 但习近平没有 关于李强与习近平的关系 以及中国的大形势 经济学人杂志分析报道的最后一段是 李强被任命为总理 或许对安抚工商界有些帮助 但工商界人士将继续心神不安 3月10号 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政府改组计划 该计划有可能导致总理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更多的权力给习近平 人大也破例给习近平第三届国家主席任期 当局没有任何鼓励意义的意图 与会的2952名全国人大代表 没有一人投反对票 假如李强对如何治理国家有任何不同的看法 他将会谨言慎行 他对皇帝太了解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大撒币再赢一局 一座水坝换取与洪都拉斯建交 综合媒体报道 洪都拉斯总统周二宣布将与北京建立官方关系 该国外长上个月宣布与北京谈判建造第二座水电站大坝 第一座北京原住的大坝价值3亿美元已经落成 蔡英文在这一场掏钱比赛中可能要输给习近平 中美洲国家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表示 已指示外长着手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北京外交部欢迎宏都拉斯的表态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与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宏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早前向宏都拉斯贷款3亿美元兴建水坝 宏都拉斯政府于几个星期前再宣布正与中国商讨兴建新的水利发电站 宏都拉斯自上世纪40年代起一直承认台湾 如果宏都拉斯与北京正式建交 承认台湾的国家则会剩余13个 台湾当局表示一向在能力范围内 协助宏都拉斯推动国家建设发展 促请对方慎重考虑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